不知道当初中国四大火楼城市是怎么评选的 为什么没有陕西西安市啊 很多网友提起中国四大火楼城市 可能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武汉、南昌、长沙、重庆 这些热门城市 觉得这个城市夏天都比较炎热 但是我感觉西安夏天也是非常的热啊 你看啊今天是一个大太阳天气 这会十万温度天气报上报的是37、8摄氏度 但是我感觉站在这里全身发烫 可能都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 非常的炎热 但是奈何中国四大火楼城市就是没有把西安评选上 我感觉应该把西安给评选上 西安夏天的也是非常炎热的 但是西安夏天的炎热跟其他城市 像南方那些城市炎热是不一样的 那边炎热是湿热 西安这边夏天它是干热 非常干燥 而且又炎热 但湿热跟干热相比起来的话 干热可能稍微好一点 如果湿热的话全身还是湿漉漉的 比较难受 这边是西安的市中心 钟楼 看一下钟楼逛场这里 游客看起来不是很多 这个旅游望景 可能是这个时间点太热了 大家都在商场里面 或者是这个遮阴臭避暑呢 这会儿这个时间点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九都是游客 本地人这个时间点是会出来在这个广场上游玩的 基本上都是游客 你看三三两两的 被点大包小包 来到西安这个城市旅游的 但是建议大家来这里旅游玩的话 可以选择早上或是晚上 凉爽一点的话来这里逛街 白天中午这个时间太热了 38度的高温 晒的人都快化了 这里是钟鼓楼广场 此时此刻这个广场上没有见到几位行人 大家说中国四大火楼城市 为什么把西安部评选上的 难道是西安的夏天还不够炎热 比其他城市还凉爽一点